由6月到現在,警方經過主動調查和同事的報告 共發現1,662名警務人員和他們的親友的資料被不當公開 我們見到有人在網上煽動其他人進行一些違法的行為 包括刑事恐嚇、惡意滋擾警務人員和他們的家人 甚至非法使用他們的個人資料申請網上借貸等等 自7月2日開始,警方共拘捕了15男4女,年齡介乎16至40歲 警方重申,互聯網世界並不是一個無法可依的世界 根據香港法例,大部分針對現實世界 用來防止罪案的法例都適用於互聯網世界裏面 梁炮 晟晟